祝父及子及生存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生存 甚至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是你都要信命同在 大家早安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罪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需要忏悔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 改过我们的罪 犹太人 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 在前面几天我们所听到的 他们背叛了天主 所以他们就被从军 有的到亚树 有的到巴比伦 今天在哀歌 我们将听到 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过 他们祈求天主保护他们 当我们犯罪时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的 向天主 在天主面前 承认我们的罪过 求天主宽恕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得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摧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摧怜 上主求你摧怜 基督求你摧怜 基督求你摧怜 上主求你摧怜 上主求你摧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从不一气 深切爱慕你的人 求你是我们永远 敬畏爱慕你的圣名 并仰赖你的圣名而生活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 哀歌 上主 毫不留情地破坏了 雅各 所有的牧场 他怒火填胸 移平了犹大 女郎的一切堡垒 将他的君王 及首长 推倒在地 加以侮辱 西庸女郎的 众长老 坐在地上 漠然不语 头顶 撒上灰土 腰间 竖着麻衣 耶路撒冷的处女 都 俯首 置地 我 我 痛哭 而至 双目 失明 五内 沸腾 肝脑 涂地 眼见 我的女儿 人民 遭受 摧残 眼看着 幼童 乳儿 昏厥 在 城中的 街道上 他们在 城中的 街道上 正 奄奄 一席 犹如 受伤的人 在 母亲的 怀中 气绝 夭折 耶路撒冷女郎 我可用什么来批语你 拿什么来比拟你呢 处女 西雍女郎 我可用什么来帮助你 拿什么来安慰你呢 因为你的创伤浩大如海 又有谁能够治愈你 你的众先知 有关你的神事 尽是虚幻欺诈 他们从未揭露你的罪恶 使你回头改过 他们关于你所提供的预言 尽是虚幻和骗局 处女 西雍女郎 你应该从心里呼求上主 日以继夜的 让眼泪像江河般的涌流 不要停止 也不要让你的眼睛休息 三更半夜时分 你该起来哀悼 像倒水一样 向上主请诉你的心愿 为了你婴儿的性命 要向上主举手求援 因为他因饥饿而昏迷街头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求你不要长久忘记你受欺压的子民 求你不要长久忘记你受欺压的子民 天主 你为何长久舍弃我们 对你牧场的羊群如此气愤 求你怀念你自始所造选的民族 你所赎回作为基业的部落 和你居住的西雍山 求你不要长久忘记你受欺压的子民 求你巡视这一片废墟 敌人摧毁了圣所中的一切 仇敌在你的会堂中咆哮 竖起旗帜 当作胜利的信号 求你不要长久忘记你受欺压的子民 他们好像挥舞刀斧的侨夫 在森林中烂伐树木 他们举着斧头铁锤 捣毁你圣殿的门飞 纵火烧毁你的圣殿 亵渎了你的居所 求你不要长久忘记你受欺压的子民 愿你回忆你所历的盟是 是盟 因为暗处不断发生暴行 别让受压迫的人忍入灰尘 要让贫困的人歌颂你的圣名 求你不要长久忘记你受欺压的子民 阿雷路亚 他负起了我们的软弱 担负了我们的疾病 圆主与你们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进了客华旺 有一位白夫长来到他跟前 求他说 主啊我的仆人瘫痪了 躺在家里 疼痛难忍 耶稣对他说 我去治好他 白夫长他说 主我挡不起你到舍下来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的 因为我随属人权下 但是我也有士兵属于我权下 我对这个说 你去 他就去 对另一个说 你来 他就来 对我的奴夫说 你做这个 他就去做 耶稣听了 非常诧异 就对跟随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以色列 我从来未遇见一个 有这样大信心的人 我对你们说 将来有数多人 从东方和西方来 同亚巴朗 以色格和雅各在天国里一起欢宴 而文国的子民 凡要被驱逐到黑暗里 那里要有爱好和切齿 耶稣就对白部长说 你回去 就照你所信的 给你成就吧 夫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 耶稣来到伯德家里 看见伯德的岳母 躺着发烧 就磨了她的手 热症就从她身上退了 她便起来 伺候耶稣 到了晚上 人们给她送来了 许多父母的人 她一句话 就驱逐了二神 把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这样就营严了 那借伊萨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她负起我们的软弱 担负了我们的疾病 上主圣言 祝我们赞美你 大家早安 有一个教友家庭 家中有年长的 需要人照顾 所以就申请了一个看护 那这看护刚好来自伊尼 又跟他们一起生活 他们这家庭把这看护 看成是他们自己家人的成员 每天的吃饭 什么的就一起吃饭 一起用餐 过了应该有蛮长的时间 这个看护在照顾这年长的 大概有蛮长的时间 到这年长的过世 过世了以后 就说她就是要回去了 那这家庭就跟她讲说 你现在你在台湾已经过了很久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你也还没结婚了 最好你回家结婚成家吧 但是在印尼的看护就说 我现在还需要一笔钱 我应该要继续工作 大概要做几年以后才回去 可以开我自己的事业 成立我自己的事业 那这家庭 那个教友家庭就问了 你大概还需要多少时间工作 那你要赚大概多少 他就说了一个数目 大概有几十万 这家庭就说 好啊那你需要的 我们就给你 他们就把这个钱 就给他所需要的 你回去 你就开始建立你自己的事业 也结婚成家吧 不要再浪费你时间 就这样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雇主跟他的帮佣的关系 把他当作好像是自己的家人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个白夫长 白夫长家中有一个仆人 是一个仆人 他生病了 那一半的就是你生病了 那你没关系啊 那你死了没关系 所以我再找其他的人呢 应该这样 但是他没有 一看到他生病 他就想办法 帮助他要回复健康 那这个仆人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对这个主人的所做的一切 所以他听到了说 有耶稣这个人 耶稣有这样的能力 治病的能力 因为前面我们就听到了 耶稣治好了马佛命人 所以今天可以算是 第二跟第三个病 第二跟第三个治病的故事 所以他自己在马尔古福音 在路加福音 是他派遣长老 长老来到耶稣跟前 求耶稣治好他的仆人 但是今天马逗福音 就是他自己来到耶稣跟前 来求耶稣治好他的病人 而他的仆人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他成耶稣为主 成耶稣为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白夫长 白夫长他在他的圈下 有一百个军人 那这些的军人应该是从 这个白夫长应该是一个外邦人 应该是罗马人 那为什么他在科华翁 有一个设计一百个军人在那里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一个港口 因为在那边有一个 在那边有一个湖 一个港口 在那边他们捕了很多很多的鱼 那为了税 所以他们就派了 有一百个军人在那里 那外邦人 他身为一个 所以罗马的白夫长要推动 要推动罗马的宗教 罗马的概念 罗马的宗教就说 凯撒是天主子 那他推动罗马的思想是 那个所谓的 派克斯罗马呢 是罗马和平 所以他应该是要推动这两个想法 凯撒为神 但是现在呢 他发现真正的神 应该在耶稣身上 所以他来到耶稣跟前 以后呢 请他为主 为主 那他讲了说 我有我的仆人生病 求你来治好 耶稣说我要去 但是他就说 你不要 你不要到我们家 你说一句话就够了 因为他这样做 耶稣就说了 我从来在以色列这里 没有看过一个人 这么大的信仰 的确 他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信仰 他相信 耶稣有能力治病 但是他更相信 耶稣可以远距离治病 他不需要来到他家里 从远方说一句话 他的话就有能力可以治病 所以今天我所听到的 这样的是第二个奇迹 治病的奇迹 接下来是耶稣 治好 波多鲁月木 的发烧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奇迹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尤其从那个白夫长 跟第一个奇迹是一样的 来病人 因为他信仰是非常非常的深 他来到耶稣跟前 他相信耶稣有能力治病 白夫长也是一样的 他相信 耶稣有治病的能力 而且远距离治病 一样我们遇到我们自己的痛苦 看到我们自己需要天主来治愈 把一切的痛苦带到天主跟前 更需要我们对耶稣有很深的信仰 相信天主能够治好我们 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 把我们今天的祈祷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联系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决于你的旨意为君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相爱你 我们追忆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罢圣母玛利亚 祈祷生人圣女的宝鸭 所顺取奉命 主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适合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适合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的宝宝人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之欺恩的安慰者圣神 祈祝于我们 祈祝我们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求赐我们 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朝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全去成见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风波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所向同一国法 并使这位 蒙修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阿们 我们把一切上行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的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现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神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阿们 让人绽造不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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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